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今天炮轰 中央政府没有兑现诺言 提升柔佛州的基建 甚至把柔州当成继子般对待 还放话不要逼迫柔佛走到脱离马来西亚这一步 同时陛下也促请中央政府政策要一致 不要招令膝盖 这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添麻烦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今天早上为第十五届第一季 第二次柔佛州议会主持开幕 发表施政遇词时 怒斥中央政府没有兑现诺言 柔佛州每年上缴131令吉给中央政府 却没有获得足够的拨款 我感觉很悲惊 在这种状态的状态 没有兑现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 陛下也促请联邦政府兑现诺言 包括将南北大道柔州部分 扩建成来往六条车道 以及市乃迪沙路大道的四条车道 还有修护新山往来丰盛港的联邦道路 我感觉到周年中央政府 若非要在馬來西亞中擁有更多負責 也許會更多負責任何肩膀 榮州蘇丹也提醒中央政府 政策要一致 不要招令膝蓋 不要隨著自己的喜好擅自做決定 沒有考慮到這項決定 將會對各州造成的影響 lihatlah program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MM2H pada asalnya dahulu kerajaan bersungguh-sungguh menggalakkan orang luar untuk datang tinggal dan melabur di sini namun apabila pentadbiran kerajaan bertukar secara dasar dan policy turut diubah sesuka hati prosan dan saya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jika tidak boleh membantu 另一方面陛下今天委任长子王储东姑伊斯麦为摄政王 任期从今天开始 不过陛下并没有说明东姑伊斯麦的摄政王任期期限 东姑伊斯麦上个星期宣布即将卸下柔佛足球俱乐部的管理权 理由是他必须履行其他责任和承诺 不过柔佛苏丹今天预令 东姑伊斯麦应该继续掌管足球俱乐部 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提升足球运动